前段时间啊 工作太忙了 这没时间啊 你来看我妈了 这次刚好 你马上母亲节了 这次回去啊 好好陪陪我妈 谁啊 姐 姐 奶奶 姐 你这回来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我想给你们啊 一个惊喜呢 是吗 你快快 姐 工作 你说你的大老院子回去了 她买什么东西啊 我就随便买了两箱 就你自己在家 妈跟孙宝呢 妈 她可能出去就有关去了 你看 她就慢慢的也上了年纪嘛 老是在家待着 也不是办法 我就想着 让她出去断一断一断 对身体也好 原来是这样 那孙宝呢 孙宝 我让她出去打工去 出去打工了 那也行 去哪个地方了 我让她去那个江苏打工去了 你看 这孩子 也上小学了 这每年的花费也不小 我就想着 她在家闲着 也不是办法呀 就让她出去挣钱去了 是这样 蓝蓝 辛苦你了 这家里既要照顾孩子 还要照顾咱妈 姐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这咱们都是一家人 我辛苦一点没什么 还好有你在家照顾妈 我才能安心的在外面工作 你放心吧 这以后每个月 我再给你多打一些钱 那也行 我给妈寻着 姐 虽然你每个月 现在已经打的有两万了 但是 妈呀 花费也挺大的 每天呢 不是要吃这个营养品 就是要吃那个营养品的 闲的时候 还老是去街上逛街 花费也挺不少的 这段时间啊 妈也学会打牌了 花的钱也不少 妈去打牌了 唉 那个 营兰 这妈那么大年纪了 你就别让她去打牌了 这一坐那么长时间 对她的身体也不好 姐 你说的这些啊 我都知道 但毕竟我是一个儿媳妇 话说多了 我又怕妈生气 真是难为你了 等咱妈回来了 我好好说说她 那个 要不然我出去找找她吧 一般这个时候她在哪里玩呀 那个 姐 这平时妈出去玩的时候 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你不用去找她 等到中午该饭点的时候 妈要是没回来 可能啊 就去打牌了 我把牌给她送过去就行了 唉 那怎么能行呢 这也太麻烦你了 唉 我去找找她吧啊 姐 你还是别去了 等一下 我去把妈叫回来 不用了 刚好我也想出去逛逛 妈不是在那个小卖部大的牌吗 不 我去了啊 姐 这 这可怎么办呀 这可怎么办呀 要是让她知道了 我把那个老天不给赶出去 这 她不得发 发脾气啊 强子 燕子姨 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到家 哦 那你这是干什么去 我去小卖部的排场 找我妈呢 去排场找你妈 是啊 兰兰说一般这个时间我妈都在排场 哈哈 这 我审啊 她不在排场 我刚能排场回来 啊 我在哪 那在哪儿溜弯呢 你知道吗 还溜弯呢 艳丽姐 本来呢 这是你们家的事 这些话 我也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跟我还有什么话不能说的 那行 我还是告诉你吧 其实啊 你妈 整天在家里的日子过得一天也不好 兰兰 就是你弟妹 她整天啊 对你妈又打又骂的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这兰兰把我妈照顾的可好了 你这听谁说的 这村里的人谁不知道啊 你没在家 家里的事你不知道 哎 我们呀都看我时可怜 但是也不敢帮 如果帮的话 兰兰连我们一起骂 什么 她那些都是装的 你每月给她打那么多钱 她居然这样对我妈 她居然这样对我妈 不止这些 你妈天天在村东东啊 捡瓶子呢 你说什么 我妈在捡瓶子 是啊 你说她这么大年纪了 还在外面捡瓶子 万一出了什么意外怎么办呀 你弟媳妇啊 她可真狠心 行了不跟你说了 我去找我妈了 你别说是我说的 妈 妈 妈 你怎么在这儿捡瓶子呢 我 我 行了 别难过了 现在我回来了 我替你做主 咱们现在就回家 走 妈 不用了 小妈 你干什么事 不是姐 你这怎么了 怎么了 我问你 你为什么让我妈出去捡瓶子 妈出去捡瓶子了 妈 在家里不吃吃不吃喝的 你怎么出去捡瓶子 行了 你就别抓了 这催领的人都告诉我了 你平时是怎么对妈的 我现在知道了一心二重 你别在这里演戏了好不好 齐涵 你真的误会我了 妈 你赶紧跟姐说说呀 我平时对你不是挺好的吗 妈 她平时怎么对你的 你今天当着她面 说出来 楠楠 你怎么对我的 楠楠你都忘了呀 在这个家里 我一千年都花不得 你每天让我干活 你说这家里介绍活 洗衣服做饭 那一定要不是我干的呀 就算你也不满意 你个天天吵我 我呀 就是你的出气筒 你不高兴了 想说我什么 就说我什么 如果我要是不出去捡瓶子 你连饭都不让我吃 什么 楠拉拉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妈呢 你的良心呢 被搞出了吗 你想想看 自从你嫁到这个家里 我妈什么活都不让你干 什么好吃的好喝的 都是供着你 她哪一点对不起了 你要这样虐待她 你坐月子的时候 不都是我妈伺候你吗 更不忘我妈 每个月花的钱 花的还不是你的呢 都是我打给你的 我为什么给你打那么多钱 我就想着 我哪怕吃点骨受点罪 我能让你跟妈过上好日子 我也不说什么了 可是我万万没想到 你居然这样对妈 你这样做 你就不怕别人在背后 戳你的计量骨吗 你别忘了 你也有孩子 你也有老的那一天 等你老了 你的孩子也像你一样 这样对待你 我看你到时候怎么办 还有 你这样虐待我妈 追望她知道吗 她如果知道了 她能会同意吗 到时候 她要给你离婚 我也不拦着 姐 你别说了 我知道错了 你现在知道错有什么用 我告诉你 从此以后 我不再会给你打一分钱 我今天就把妈给接走 以后 我也照顾妈 姐 我真的知道错了 不管怎么说 你看在你小侄子的份上 就咱们也是一家人 你也不想让她失去母亲不是吗 妈 我知道 之前是我做的不对 我不应该定要对你 不管怎么说 婆婆也是妈呢 我应该好好孝顺你呢 你放心 从现在开始 我肯定会好好对你 把你像我亲妈一样对待 燕子 你看这蓝蓝她也知道错了 要不 咱再给她一次机会 不管怎么说 她有孩子呢 我知道了 你看到了没有 你都这样对待妈了 妈还在听你说话 为你着想 我告诉你 如果有下次 我绝对不饶你 我绝对不饶你 你放心吧 绝对没有下次 妈 来 给你做 妈 你肯定还没吃饭吧 我先去给你做点吃的 行了 你别难过 我想经过这件事以后 她肯定 也不敢那样对你了 真好啊 谢谢大家